好啦這個惠政 陳志涵講說 為什麼柯文哲拒絕應訊 因為你們每次都問一樣的題目 他很煩 他就不想再出庭了 你怎麼知道 檢調都問一樣的題目 然後呢 威京人頭捐現金 他們就是捐政治現金 給我們民眾黨 不然你要怎麼樣 你們都上私自列車嗎 然後講說四叉貓不是講嗎 這個 這個金華城這個員工 在2020年3月的時候呢 怎麼剛剛好 這些加起來呢 就捐了300萬 就是柯文哲 擔任主席跟市長 要回捐給這個民眾黨責任額 這麼巧喔 就他說 他說怎麼可能 這個柯文哲是2022年才要繳啊 你們是這個上私自列車是不是 你怎麼看這個陳志涵的說法 其實呢 我今天一聽到陳志涵說法 我馬上想到一件事 什麼一件事情 哇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耶 怎麼這種事情 你還有臉理直氣壯講成這樣 我是不知道陳志涵他之前 對於一些個案裡不理解 但我這邊可以提給他一些作為參考 第一個之前 時代力量的黨主席 許有明啊 他在當立委的期間 他射入了一個叫做搜狗案 他射入那個搜狗案呢 事實上呢 從頭到尾他就只不過開了一個 工廳會 他開了一個工廳會 但是呢因為檢調在監聽當中發現 他有期約的問題 就是他這個工廳會呢 是搜狗的老闆 我跟他講就是說 李恒樓就說啊你要不要多少錢 才能幫我開工廳會啊什麼什麼的 結果他開完之後還講到說 那個錢有沒有進來 換句話說 那個錢根本就還沒有落袋 但是就因為這樣的關係 直接起訴 不僅起訴還判刑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七年多 七年兩個月 七年兩個月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政治獻金怎麼樣不行嗎 許永明那個也是政治獻金喔 而且重要的是人家根本還沒入袋 你只要一期約下去 其實你已經構成了犯罪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竟然可以把這樣的行為 直接講成 那那個這就是真心千金啊 那要不然你要怎樣 好這是剛剛的一個個案一 個案二是另外一個案子 一樣也是一個縣市場的選舉 結果被人家發現 養德集團 也是兩度在兩次縣市場選舉的時候呢 就分了就是大概一個 一次是500多萬一次大概一次也是500 兩個次加起來1100萬 用他們集團裡面五十幾個人的人頭 然後也是一次匯10萬10萬 匯到特定候選人的一個賬戶裡面 就匯完之後現在被人家發現 他們那個臺北港的一個案子 也是在那時候進行相關的一個程序當中 所以檢調也因為這樣子也在進行調查 是不是有相關的一個期約狀況 所以這個案子也是被人家後來揭發 他現在也進行調查當中 那更何況你的柯文這案子不是只有一個 對啊不是只有一件的而且從以前的 392到了這個560到了840 每一段時間你都有相關的金錢的一個進出 然後呢我跟你講 真正的政治獻金通常呢因為我跑很多財團 人家是開大門走大路是怎麼樣 哎我譬如說徐旭東遠東集團 我的公司就是一個公司可以用啊 100萬最高的限度限額 所以他就是變成是哎我旗下有40幾間公司 我每一間公司100萬我加起來也是4000多萬 我就捐給我主義的候選人士 我或者是我主義的政黨我的支持者 他所有名單全部都列出來那這樣沒有問題嘛 但是你不是啊你你那個不是啊 你人家是用公司名稱好不好 如果你的威京集團真的是開大門走大路 你就用你威京集團去捐就好啦 你為什麼要用你自己化整 連周自己都承認了我就是人頭 錢是公司給我 叫我拿去捐民眾黨 對然後而且對就像你哎人家都承認了 那你還有臉狡辯說那個就是 建制現金怎麼樣什麼怎麼樣 那就犯法怎麼樣 那就被抓去關啊怎麼樣 我現在有點懷疑喔 他是不是有一點不希望柯文哲出來 他現在話都說得很嚇 我今天聽到他講我都傻了 真的 然後怎麼還有那個臉皮跟那個底氣 講這樣的話 我跟你講現在所有的問題出在一件事情 我們質疑你的 包括你們這個910塊96萬 他說最後是兩張發票 960塊跟那個110塊 所以鬥在一起 Key錯了 變成96萬 連這種鬼話 他都講的義正言辭 講的那個正義凜然 所以我後來就對於他們整個政黨 或者是他們整個周邊的一個 母姐會相關成員 我非常的匪夷所思 如果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 一個也不要說受過高等教育 我們現在在江湖上走跳的人 你只要稍微挨一點臉皮的 誰會講出這一種話來 就偏偏就是陳志涵 他有這樣的底氣講這種話 這個我要再提醒一下陳志涵 我們現在質疑你的 不是說只是你的微晶集團化整圍林 而且你的這個被化整圍林的員工 還坦誠犯刑喔 他都還坦誠犯刑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認為你這有期約狀況的問題喔 而是包括那個之前是先有 那個便當會 3月10號便當會 3月19號陳志涵 然後呢又要下令要在幾天之內給解決 4月10號就清籤 然後然後包括那個還有鳳交辦 我們現在所有講的東西 全部都是有時間去 而這時間去跟你的這個捐款 是有一個吻合性 所以我們才會有提出這樣之一 第二個不要忘記 2022年是不是還有一筆 一樣1501 你們把它講成時間 結果現在哎 那個豬牙虎坦誠 當然我們不知道他坦誠的是什麼 但據媒體現在所報導的是 豬牙虎坦誠的這個東西呢 是省清今天有撥一筆錢給他 可能是跟他直接或漸接的方式給了 誰那個李文中 所以這個李文中 馬上縱望基金會就是在2022年的 11月2號成立 所以11月1號有一個1500 然後就說是小省1500 11月2號馬上縱望基金會就成立 豬牙虎有坦誠這個相關的東西 當然最終還的是不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勾串跟那個真這個一個實際的犯罪的行為 還要看檢調的最後起訴說 但是我們現在哪一點 是亂說的沒有啊 我們現在所說的每一點都是跟你們實際上網路上以及你們自己承辦出來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連你剛講的這個李文中的部分 他的1000萬誰給的你現在說不清楚 你的兩年之內進賬2700萬怎麼花的說不清楚 但是現在非常確定一件事情是他已經被收押禁見 而他被收押禁見其中有一個罪行 就是背信罪 那這個背信罪是不是 木可的李文中跟縱望的李文中跟鏡總的李文中 三個人彼此掏空 然後彼此帳目不吻合 對不對 你怎麼會有所謂的背信罪的問題 那現在所有的問題你們現在有講清楚嗎 你們講了一個多月 到現在連木可公司到底是誰的跟你們有什麼關係 你也講不清楚 然後呢所有講不清楚大家想要聽個解釋你說不清楚 就用一批天下無難事 然後用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泡天下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這一招這個弄下去其實最慘的是誰 當然就是柯文哲嘛 所以我後來有一種想法 你們會不會其實民眾黨從上到下從裡到外 從黃國昌到陳志漢 其實每一個人都希望 柯文哲 真的可以盯在十字架上 這樣子我們的民眾黨才有未來 不過冠廷 陳志漢講說 這幾個金華城的員工 就是捐給民眾黨政治獻金又怎麼樣 那現在很多人要問 請問 他們捐的這一些 這幾筆的政治獻金 後面有沒有說要指定給誰 請把原始的那個 你們的這個收據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另外呢 就是他說政治獻金又怎麼樣 民眾之聲 小草們近三百萬的斗內 這個是政治獻金吧 那這些政治獻金為什麼全部流向了木客 而且 我注意到 木客 他流到哪裡 外幣賬戶裡面 那這些錢 誰在用 照許甫的說法 柯爾文則下達指令才能用啊 而且 這一些錢進了這個 木客之後 現在錢到哪裡去了 在外幣賬戶裡面 照許甫的說法 這錢根本都還沒有出去 都還在木客的賬戶裡喔 所以你怎麼看 政治獻金又怎麼樣嗎 我覺得四叉貓很壞 怎麼說 出國完就出國完 還這麼認真 而且四叉貓 昨天我遇到他 我跟他說 你怎麼這麼險 出去國外還 不放民眾黨太刷 還要查資料 還發現什麼 七個人是 衛京集團的員工 會錢一個人30號 亂捐好捐滿給民眾黨 你是不要民眾黨活了是不是 他後來跟我講 主席 我筆電都沒有帶 我用手機查的 哈哈哈 真的不要惹到四叉貓 每次都要強調 真的 關鍵是這樣 YT頻道 你開設之後的斗內 是 外幣賬戶 是對的 因為 收美金 對 外幣賬戶不是重點 跟ATM存款機不是重點一樣 重點是錢哪來錢哪去 對啊 關鍵來了 今天我舉例 卓冠婷我有YT帳號 然後我今天有開直播 我的斗內 是進卓冠婷的帳戶 這不是政治獻金 是勞務報酬 我們等於替Google打工 給我錢 意思是這樣 可是 民眾之聲 大家質疑的點是說 你可以有幾個單位嗎 中方基金會 民眾黨中央 柯文哲本人 都有各自的說法 可是怎麼後來會跑去 木可公司 一間民間公司 來抄民眾之聲 賬戶進木可公司 進了之後 錢往哪裡去 之前不是有雜誌揭露說 木可公司 也有400多萬 留到柯文哲的個人賬戶嗎 450萬 這個金流就有問題了嗎 這個點未來他自己跟司法講清楚 但是 今天大家最急的點是 為什麼你一個負秘書長 許甫 要出來一直說謊 沒錯 這個案子 你就把它講清楚就好了嗎 你開木可公司講個理由講清楚就好 可是 總共變了好幾次 第一時間 大家質疑說 進民眾黨的斗內 怎麼可以進木可公司 許甫在今年8月的時候出來跟大家講 原本有找木可 後來啊 擔心觸法就打住了 對 來 事隔不到兩個月 10月份的時候 他說 聽李文中的建議 把民眾之聲的斗內 給木可公司 請問是8月講的對還是10月講的對 所以8月的許甫說話 還是10月的許甫說話 你兩個就其中一個說謊嘛 沒錯 所以整個民眾黨 就一堆愛說謊的騙子嘛 但是我這講有點重 可是真的就這樣 這事情你可以不說謊的 你有個說法 大家質疑解釋完就結束 往下一頁走嘛 但你一直在說謊 這個點 他未來 一定是把責任推給李文中啦 啊 說不說謊不是重點的啦 李文中決定的 可是他又說李文中不是大帳房 然後你又去問大帳房 然後大帳房說叫你純木可 你看 純木可單純的小姐姐安又齊就被騙了 我就被騙了 你說他不是大帳房對不對 他講的用字很精準 他不是民眾黨的大帳房 他沒有講不是柯文哲大帳房 真的啦 人家用字精準好不好 各位你看連又齊姐都被騙了 聽民眾黨講話要小心 要小心 但是木可是一個旁枝啦 關鍵現在精華慘爛 幾個人的動態喔 這幾天當然覺得很不一樣 台風天啊風大雨大 但是檢調沒有停下來 檢調繼續辦嘛對不對 包含現在又再度的去提訓的彭震生 幾個變化了簡單講 朱雅虎看起來認罪了嘛 檢察官對外的說法 跟法院對外的 說法 看起來像是 朱雅虎對 檢方 認為他犯罪的事實 全數都認了喔 感覺是如此 第二個 彭震生笑了 對啊為什麼 正常來講怎麼會笑啊 你在那邊壓這麼久這麼苦 然後你看到這個畫面 彭震生在台風天后的隔天 現在又再度被提訓了嘛 結果提訓的時候媒體他問他 副市長要認罪嗎 然後結果彭震生聽到之後 轉過頭來 對著媒體露出了 一抹 詭異的微笑 你怎麼會笑 笑 人家 他檢調說 柯文哲現在身心狀況 已經不適合應訊了 他不但出庭應訊 還跟你笑 笑只有一種可能 啊什麼可能 就是我無事啊 所以彭震生 他問你有沒有認罪 他也許在笑說 不用我認罪 我事情都講清楚了 我沒罪 柯文哲講的 所以我沒罪 另外一種是 也許當中 檢方有跟他講了什麼 資訊 讓他可以不用當替罪羔羊 所以笑了嘛 所以你看喔 朱雅虎認罪了 彭震生笑了 再來 李文忠 李文忠會想當替罪羔羊嗎 今天你看外面的從許甫 跟所有民眾黨的態度 是不是全部都推給李文忠 對 同學啊同學 同學變成替罪羔 如果李文忠最後 決定不替他這個老同學單了 把事情全部講出來 柯文哲還有辦法 非常驕傲 非常不畏懼的出庭嗎 所以他最後選擇的結局是什麼 這幾天大家討論的 柯文哲是拒絕應訊嘛 因為他應訊 如果最後發現他講的全部都跟別人講不一樣 他最後只能保持接默啊 對啊如果不保持接默 那我就選擇 我乾脆不要去 嗯 所以 柯文哲能怎麼講 他只能做這個選擇嗎 哦